早晨,欢迎大家回来我Learn with Tom Lee的教室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 这本书也挺旧的,不过这本书挺好看 这本书其实是讲述了20世纪世界各国的大事 应该是说从1900年至1980年的世界大事 这本书是一本实陆的书 因为这本书在1980年才注册 所以80年之后的事件是不会讲到的 我知道很多现今的朋友都在网上是看Facebook、YouTube 或者是不同的媒体,很少会看书 所以我就决定用了一期的视频 这一期的视频全部以讲故事的方法 就希望将这本书里面的故事重现给大家听 我知道这个做法是挺大胆的尝试 因为未必有人喜欢听我讲故事 但是我也希望可以多些人去听我讲故事 那我就叫这个系列 叫做《读书讲故事》 20世纪大事的一个系列 我希望大家多些去听我讲故事 也订阅一下吧 Pass panting 还有subscribe 给我的频道 而第1个故事 是在1905年 日本对俄罗斯的一场海战 这场海战 我们是叫对马海合之战 当然这场海战是日本胜利了 事不宜迟,我们就开始读书讲故事了 首先我们看看对马海峡之战的概括 其实对马海峡之战是1905年发生的 日本在对马海峡,对马海峡在哪里呢? 就是在南韩和日本之间 中间有一个岛,那个岛叫对马 下面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 或者我把这个图放大 这个岛我们称为对马岛 在对马岛和日本中间的海峡 称为对马海峡 当时日本的舰队是击败了俄罗斯 这个强国的舰队 当时的俄罗斯是沙皇的俄罗斯 它的势力范围都挺厉害的 由最西边的波兰去到远东这一边 在中国的东北也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之内 在这场大战其实是二十世纪的第一场大战 为了控制亚洲的东北地区 日本和俄罗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海战 这场海战其实早在1904年已经有隐忧了 在1904年二月的时候 日本是偷襲铝迅港 铝迅港在哪里呢? 铝迅港其实是中国的大连市里面的一个港口 铝迅港当时是俄罗斯帝国是控制了铝迅港的位置 当时1904年二月的时候 日本是偷襲铝迅港 是将俄罗斯的艦队击败 而且在铝迅港的时候 是多次希望打入中国的大连部分地区 战争了大概七个月的时间 于是俄军的将军投降 那铝迅港正式失陷 成为了日本的一个控制地区 而沙皇俄罗斯帝国在黑海那边 和波罗的海那边的艦队 是未能够及时回来支援 在远东的艦队 所以才输了给日本 输了给日本之后 日本就跟俄罗斯签订了一个 我们叫做普切茅斯的条约 或者我们叫做普切茅斯的条约 俄罗斯正式割让了库业岛的南半部 铝迅港和大连市其中一部分的半岛 割让了给日本 也都承认了日本在朝鲜 朝鲜也就是现在的韩国 即是北韩和南韩 我们总称为朝鲜 在1904年的时候 这个是故事的开始大概概括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故事的详细情况是怎样 还有在作战的期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905年的5月27日 日本一个海军的伯爵 叫做东香平八郎 这个海军的伯爵是一个上将来的 在大慕尼曼和波涛空涌的对马海峡上高 是对俄罗斯黄黑烟通 即是黄色和黑色烟通的一个艦队攻击 也发了一场激烈的战争 这场激烈战争之后 日本大胜激沉了俄罗斯的第二艦队 成为了亚洲的一个强国 一个我是称为日本帝国的 更加导致到日本 几十年之后 即1937年的7月 又向中国宣战 引致到第二次世界的大战 当时日本的民族情绪是非常之高涨 因为打了胜仗 就决心在亚洲建立一个帝国 而沙皇俄罗斯帝国拒绝日本的势力抗张 因为他不希望日本可以抗张的势力 控制了他在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 其实俄罗斯当时已经深入了中国的东北部 即是东北省那大部分 都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也都希望吞起了朝鲜 也就是现在的南北韩 日本深知朝鲜 其实是进入亚洲大陆的一个门口 所以日本也都很希望拿到朝鲜 而早在1895年 日本已经逼使中国放弃朝鲜 和各样令朝鲜去独立 所以自此朝鲜已成为日本资源中心 和外输货物的一个大市场 虽然是这样 但是在朝鲜的北部 仍然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而日本在朝鲜建设了铁路之后 早已当了朝鲜 其实是日本的国土 所以不惜一切 希望可以击退沙皇帝国的军队 也就是俄罗斯的军队 控制朝鲜半岛 到了1902年 也就是7年之后 俄罗斯和朝鲜的快女皇帝 是签订了一条物约 而日本见到这种情况 既然俄罗斯和朝鲜皇帝签订了物约 就不知物约说什么 所以就希望和俄罗斯订立一条约定 打算承认俄罗斯在中国的东北省 就是东北部的势力范围 来换取俄罗斯承认朝鲜 是日本国土的一部分 日本是希望拿了朝鲜半岛 但不料到1903年 俄罗斯的沙皇已经正式拒绝了 跟日本的一个和约 而且是在鸭绿江 鸭绿江其实是在北韩和中国的东北的一条江 俄罗斯就会派他的军人和平民 是移民到经过这个鸭绿江 进入了现在的北韩 也就是当时的北朝鲜 是希望在那里成立一个殖民地 所以日本就见世色不合 希望可以和俄罗斯打一场激烈战争 令自己成为一个强国 而俄罗斯是要割让朝鲜给日本的 而去到1904年的2月5日 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在最西面的其中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当然是当年的沙皇政权的一个首都 所以当我们说圣彼得堡 其实我们在说的是代表了俄罗斯的政权 就是拒绝了放弃朝鲜 所以日本的反应是以俄罗斯断交 而且积极备战 因为沙皇是拒绝了放弃朝鲜 希望叫日本人离开朝鲜 你不要霸我的地方 朝鲜半岛是我的 你不要霸我的地方 所以东香平白狼 深知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军力 只有13500人 海军是13500人 所以俄罗斯的海军是相当多 因为俄罗斯的海军是包括了在远东地方 还有在黑海的波罗的海里面的海军相当多 但是在远东的地方只有13500人 而去补给的时候 它是需要经由一条 长达了5000多公里的 一条西伯利亚铁路 西伯利亚铁路其实是在俄罗斯这个位置 由圣彼得堡一直迫迫迫远东的东亚地区 一直迫迫到中国的东北部的一条铁路 当时那条铁路还没建好 日本知道这件事 所以不怕俄罗斯的军队 是由黑海和波罗的海 援助远东的艦队 所以在远东的日本兵力 当时是有多达85万的海军 所以相形之下 日本其实是占了上风 下面这些地图 给大家看到是不同的地方 红色这个地方就是圣彼得堡 这个地方就是海森威 这个地方就是大连市 就是呂顺港 接着这个就是黑海和波罗的海 就是这个位置 在欧洲那边 黑海其实就是在巴尔干半岛下面这个位置 就是黑海 上面 在芬兰那个地方 这个就是波罗的海 一走出来就是欧洲那边的北海 虽然俄罗斯的海军 比日本的海军 是多三至四倍的 是相当之多的 因为驻守在波罗的海 和黑海的海军 是很多的 但是距离远东 在当年来说相当之远 航行的时间 就是船航行的时间 我们要经由这个的黑海 是要兜出外面的时候 经过苏伊士混河 落到红海 兜回到印度洋外面 再兜回到马洛伽海峡 上回到远东这个地方 是相当之内的 大概要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当年的航行 或者波罗的海 也是要去到北海 经由英伦海峡 落到非洲的南部 再回到马洛伽加 然后兜回到上面 也是需要大概六至七个月的时间 才到的 所以補级方面是相当之内的 日本也都看到这个情况 但是当时在中国 旅迅港大连市 俄罗斯东岸的海深温地方 海深威应该在这个位置 应该在这个位置 就是海深威 这是旅迅港 所以在海深威和旅迅港的海军 是相当之少 也是没有日本海军那么现代化的 在波罗的海的艦队 就是这个位置的艦队 又不能够及时去增援 另一支在黑海的艦队 这支在黑海的艦队 因为一个国际条约 是禁止了去过这个达达尼尔海峡 达达尼尔海峡 就是这条海峡 在黑海出回到地中海的一条海峡 是因为某些国际条约 是禁止了去开了的 什么国际条约 我们看回当时的奥匈帝国 在巴尔干半岛 这是巴尔干半岛 所以很多时俄罗斯帝国 是很难通过这个地方 是进入地中海 经苏伊士运河 落到印度洋里面 就是红海印度洋里面 所以禁止了黑海的艦队 是经过这个达达尼尔海峡 所以无法支援这个远东的艦队 亦是令日本能够很顺利地 取得了红海港的控制权 日本的海军上将东乡平白郎 在1904年的2月5日 在他的旗舰号 叫做三粒号的旗舰号里面 是召集各个船舰的司令 然后下达一个命令 叫他们在2月6日 即是明日 当时的明日即是日日 是袭击俄罗斯的舰队 日本的舰队 是使往朝鲜的制物舖 也就是朝鲜现在的人村 这个就是人村 这个地方 就是现在的人村 是击沉了一艘俄罗斯的巡洋 而且立即登陆是补给 补给 补给完之后 立即使往这个旅舰港 也就是中国的大连市 那去到旅舰港 在2月8日 即是几天之后 两天之后 晚上10点 日本的鱼雷艇 是潜入了旅舰港 是趁俄罗斯的海军 是不备之際 是开火 激沉俄罗斯的两艘主力艦 那当时俄罗斯的海军 正在港口里面 去休息 就以为这些日本的舰队 是自己人 所以就不备之下 就是被日本的海军 激沉了两艘主力艦 有些像日后 日本人偷襲珍珠港的情况 都是偷襲人家 在人家不备之際 去打人家 还有 在俄罗斯的岸炮 就是打完拿了旅舰港之后 于是跟俄罗斯岸边 就是对炮的 就是海岸对炮 一直激烈了战争 而且封锁了旅舰港 到2月10日 就是两天之后 日本就正式才向俄罗斯宣战 其实是襲击了人家 几天后才向人家宣战 就告诉他们 我要打你了 我要跟你签争了 签了一些外交的等等 在沙皇 当时还以为 日本是自取灭亡的 这么小个国家 竟然敢打我 你是打得少 所以俄罗斯说 我会用不费吹灰之力 应该就会击败日军的了 所以当时是非常轻敌的 当时的沙皇 当时的沙皇应该是尼古丁二世 他以为日军是很容易击败的一个军队 而在日本方面 军民的情绪也很高涨 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两国的大战 其实就是一足即法 但在旅舜港的战事 是拖延了几个月的 就是2月8日 一直拖延到5月的时间 俄罗斯的海军司令 因为在那次的偷袭 那个叫马卡洛夫 这个海军司令 在那次的偷袭里面 是阵亡了的 而俄军是一片混乱 所以实力也都大减 直到5月30日 战事才会结束 这个海军司令 才正式投降给日本 到了1905年1月1日 是俄军正式投降的 俄军另外一个统帅 叫做斯托社 我找不到斯托社的相 大家可以找到 这个应该是俄罗斯的沙皇 这个应该是马卡洛夫 斯托社的将军 我找不到他的相 如果大家上网 尝试找到他的相 而且斯托社 就向尼古拉二世 不是尼古丁 尼古拉二世 报告了战败的消息 报告了战败的消息 就是1905年1月1日 告诉你 旅训港已经失陷 而且大连市已经失陷 因为我们正式投降 我当时的沙皇才知道 好像迟了一点 才叫俄罗斯的第二艦队 就是在黑海里面 和在波罗的海里面的第二艦队 正式出发 回到远东 去增援旅训港 希望可以取回旅训港 在旅训港投降数个月之后 在1904年10月9日 因为旅训港应该是1904年5月30日投降 10月9日 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船艦 在波罗的海 就是上高这个位置的船艦 就开始出发 那些出发的线路 应该是一条红色的线 去增援太平洋艦队 因为在远东的地方 我们称为太平洋艦队 用了差不多8个月的时间 才走完18,000里的旅程 即是由波罗的海 一直兜过非洲的南部 去到马达加斯加 经过茂甲海峡 去到对马海峡 是差不多用了8个月的时间才到的 而当时俄军的司令 是56岁的一个 我们叫做罗德传司机 即是这个俄军的司令 是一个海军中将来的 而非洲的水兵大多数 都是来自波罗的海里 在农村的地区 那些青年是没有实际的作战经验的 而且它的军官也是一样 都是来自这些农村的地方 所以实际的海上作战的经验 是很少的 甚至其下42艘的军艦 只有4艘的主力艦 和4艘的巡洋艦 是新的艦籍 其他艦籍都是很破旧的艦籍 根据历史记录 有一艘依然是用帆船去推动的艦籍 当时大部份的艦籍 都不是帆船去推动的 已经是有引擎和摩打的推动 但仍然有一艘是用帆船去推动的一个艦籍 作为一个海军船 所以是非常旧的一个艦籍 它只有8艘的艦籍 是新的艦籍 当时罗德传司机只为有尽力 对沙皇表示效忠 鞠躬尽水 我尽力去打他 我未必够打他 但仍然在波罗的海出发 航行期间 大概一个星期间 离开波罗的海 进入北海 亦是英国和德国之间的一个海 我们叫做北海 当时北海的农牧是相当大的 所以俄军一见到有敌船 慌忙之下 击沉了两艘的敌船 他们以为 但事后才知道 船队里面 那两艘船只不过是英国的渔船 击沉了英国的两艘渔船 叫做颠狗艦队 因为是瘋子的 所以就打人 我们看回波罗的迹海出发的路线 是经由北海 经过英伦海峡 去到葡萄牙下面 即非洲这个位置 然后去到马达加斯加 当然中途有停很多站去补给 去到马达加斯加之后 在黑海里面的俄罗斯艦队 是派了小部分的船 是经过苏伊士运河 进入红海 离开阿曼湾 进入马达加斯加和军队回合 另一支就是由这一边去的 就是波罗的海的另一支船 就是由这一边 藍色这条线 是经由大家回合 才上高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他们航行的期间 大家可以看到 在以前航行船的速度 由波罗的海或者黑海 去到远东地区 是需要大概几个月的时间 8个月至9个月的时间 才到这个地方 当然中间仍要补给时间 浪败了很多 另外俄罗斯的航行程 非常慢 军中的士气也很低落 经过了大约1个月的时间 航行才到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其实是 在非洲南部 西洲东南部的一个岛 此时在呂顺港已经失陷了 于是海军的上将 希望直接航行去海森威 希望去海森威 再不去呂顺港 因为呂顺港已经失陷了 沙皇也是在黑海里面 拨来了20艘旧船艦 去增援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路线 在黑海里面拨来了 20艘去增援 去增援俄罗斯的第二艦队 在5月初的时候 这个艦队去到中南半岛的 金兰湾 也就是越南的这个位置 这个是中南半岛 所谓中南半岛 是说越南、辽国、柬埔寨 这个半岛 我们称为中南半岛 金兰湾 就是现在的越南的一个海湾 在那里就是跟第二艦队去回合 稍作停留修理 添加燃料之后 再次出发去海森威 但是因为有些船是比较慢 有些船比较快 因为有旧船、新船 当时的上将就下令 新船是慢一点点 去等同船的船 即是一队的船队 回到海森威 一路上的士兵 士气都很低落 燃料也不是太多 因为当时補给完之后 就直去 燃料是比较少 所以就比较麻烦 所以当时海军上将 怎样去海森威 他有几条路可以选择 一是经过对马海峡 另一条路是经由日本这一边进去 或者是再从上面进去 回到海森威 即是三条路都可以回到海森威 当然走外面这条路 或者再外面这条路 是比较远一点 他们的补给未必足够 可以走外面那条路 所以他就冰行险着 就经由对马海峡 直去海森威 这个在行兵方面非常危险 但没办法 因为基本上不够补给 由外面那条路去逗入 当时东湘平白郎 军船已经在对马海峡的北边 在马三浦湾 也就是朝鲜的位置 其中朝鲜一个港口 在等俄罗斯的军队 经过这个海峡 海面上其实是布满了日本的情报网 一见俄罗斯的军队进入海峡 就立即出发去捷击俄罗斯军队 在5月27号的清晨 俄罗斯的军队 其中一艘救护船 叫做奥雷2号 是不遵守将军的命令 去关掉所有灯 因为俄罗斯的将军也都知道 如果经过这里 我们就靠农墓 去遮盖我们 因为我们关掉所有灯 应该经过了之后 日本军都不会知道我们存在 但很奇怪地 其中有一艘救护船 是没有关掉灯的 于是被日军的船艦发现了 于是东向平伯郎 是立即上甲板 准备作战的 而东向平伯郎 超级地用望远镜 是望向水平线 在1点30分 即是下午的1点30分 是清楚看到俄罗斯的黄黑烟通 它的烟通是黄黑色的 清楚看到黄黑烟通 是经过的地方 于是就明白到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驶向攻击它 但是当它驶向攻击它的时候 它这个船队在这里出发攻击它 俄罗斯的船队就在这里 经过这个对马海峡 东向平伯郎知道如果就这样攻击它的时候 虽然有部分的时间是攻击到 然后他们就会通过了 即是有部分的船队 应该顺利通过这个对马海峡 去回海深威 所以它的军队就采用第二个方法 就立即调头 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是调头平衡 和俄罗斯的军队一起走 大家去互相攻击 希望可以截击到俄罗斯的军队 在转弯的期间 俄罗斯军队发现了 既然转弯了 我就用船炮去攻击它 不过俄罗斯的军队 有很多都是不熟悉作战的方法 所以很多炮弹都不能够击沉三粒号 所以就令到日本的船艦 是可以在这里 撤住俄罗斯的军队 那个海军战术 我们叫做T型战术 就是后来的人研究战术 我们叫做T字的船艦战术 俄罗斯的艦队一共有38艘船 在那个战役之中 除了三艘船艇之外 就是三艘船艇之外 其他船艇都被它击沉了 死亡的人数是多达4800多人 差不多整个俄军的军队 就是这个第二艦队 俄军其实是第二艦队 在第二艦队里面 差不多死了一半的人数 剩下大概三艘船艇 才可以通过这个对马海合 回到海深围 而日本的军队 只是死了百多人 亦都是被人击沉了三次四艘船艇 在这次的战争之后 就养成了日本这个帝国 在这个日本帝国 大概在几十年之后 即1937年就是侵华 形成了第二次的世界大战 那战败的官兵是回到海深围之后 就对沙皇是非常之不满 所以就引起了俄罗斯里面的 大大小小很多场的 推翻政府的革命 直至在十二年之后 一场大战的惨败 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惨败了之后 俄罗斯开始有政局的变化 这个年龄最终是推翻 这个圣彼得保的权力 将俄罗斯帝国灭亡了 史上称之为俄罗斯革命 也就是列宁的奪权革命 列宁是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 列宁是用他的思想 我们叫列宁思想 也就是日后的共产思想 令人推翻沙皇 当时的沙皇是相当腐败的 所以推翻了日后的苏联 各国在这场战争里面 是非常震惊的 因为知道日本一个这么小的国家 可以用西方的枪炮 去击败西方的一个帝国 自此之后 日本的势力就变成为 亚洲的霸主 而在1905年的9月5日 日本和俄罗斯正式签订了一条 叫做普遍华斯条约 或者普遍华斯条约 俄罗斯正式承认 遼东半岛的控制权是日本的 包括了呂顺港、大连士、库业岛的南部 库业岛是日本北边的岛 俄罗斯东边的岛 这个岛叫库业岛 库业岛的南部 正式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整个朝鲜半岛 也就是整个南北韩 都是日本的势力范围 这个是中国的东北部 即是大连士、呂顺港 全部都承认了是属于日本的 在这次战争之后 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势力 是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俄罗斯基本上 控制了东欧和远东地区的势力 在西欧来说 即是西欧下面这个巴尔干半岛 藍色巴尔干半岛 是土耳其 这些地方 是属于一个叫奥匈帝国 就是奥地利和匈牙利 这两个地方的帝国 当然包括了德意志 包括了德国 这个是其中一个帝国 我们叫奥匈帝国 这个奥匈帝国 其实是控制了巴尔干半岛 这个地方和土耳其 这个地方的军事和政治 所以俄罗斯 因为在亚洲 远东那边失败了之后 希望在西边 是抢回巴尔干半岛 和土耳其的控制权 当然在奥匈帝国之下 抢回去 当时的波兰亚波兰这个位置 落到这些位置 右边是属于俄罗斯的 下面这个位置 就是奥匈帝国的势力范围 相反 日本在东亚那边 就取得了胜利 所以他的军民 是对自己的力量 是充满信心 造成了日后 一个叫沙民主义 或者叫浩战主义 沙民主义 根据定义 就是一个极端的主义 不合理 过分的爱国主义 和民族主义 就是自己的民族是最大的 其他那些是垃圾 那些人可以随便杀 是猪 是狗 所以当时 日本侵华的时候 是当我们中国人 基本上不是人的 因为他觉得自己 才是一个人的 这个我们叫做沙民主义 和一个好战主义的外交政策 侵华的野心 也都慢慢成熟了 所以造成1937年7月7日 盧鲁杰事变 日本是正式侵华 长达8年的时间 但到了1945年 二次大线才会结束 那这些图片 大家可以上网 去找回更加多的资料 更加明白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整个对马的海战 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 大家可以上网 去看更加多的资料 网上也有很多YouTube 但大部分YouTube 都是说国语 有些是说英文 我这个说广东话 比较特别 我看完书之后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明白 我讲这个故事 讲故事 是不是 结论就是 这个是以下我的结论 就是 其实人类的历史里面 大战是经常发生的 每次的伤亡人数都非常之多 一次比一次多 我可以看到一次比一次多 但人类这种动物是非常奇怪的 永远都不会吸收到教训的 永远都重蹈覆车 所以我本人希望将来 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大家看回现实 现在的各国崛起 尤其是一些大国 中国、美国、菲律宾、日本 这些国家 去崛起的时候 他们很多时候 都会炫耀自己的军力有多强 而国民也是觉得自己的军力越强 自己就越开心 其实是否呢 因为国民的好战情绪 如果日益增加 而军力又强 第三次世界大战 绝对是有可能 随时都会发生的 只要有一个国家 是相当的好战的 打人家的时候 其他国家 一切出动 就会引致大家打来打去的 当时有多少人在沙场战死 有多少人痛失亲友 或者是有多少个家庭去受负 大家都可以想得出而知 我身为一个中国人 我都希望大家 当大家看到中国的军事有多强的时候 大家不要开心 因为大家开心 其实大家是有一个好战的心理 这些好战的心理 才会引致将来的战争 OK 很多谢大家收听我这个故事 也喜欢听我这个故事 拜拜 OK 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 是好战争 可以帮助你 请订阅 按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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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谢大家 大家收听我这个视频 如果你希望你的英语和学习更好的话 你想要一个Private Tutor 你可以随时订阅我的 令你的DSC试试或者你想考SAT 你也可以订阅我 因为我都有一些私人的补习在这两方面的 多谢大家 Thank you Bye Bye Muchas gracias